你好,我是你的购物顾问麦仙 那我今天呢,在家里呢,煮了跟平日一样的 就是三菜一汤,给家人吃晚餐 因为我是素食者呀,通常我桌上呢 都是主要的都是蔬菜,蔬菜汤,然后加一些素肉 给你们介绍一下今天吃些什么好料素食呢 今天首先我有炒了一个就是汤控空心菜 然后呢,当我在泡菜的时候有看到素食的把它蘸 哎呀,你看,我觉得是蛮好的,蛮健康的,所以就买了 来煮了一道这个汤控 然后接下来呢,我又煮了什么 啊,这个是我的一风,我家一风最喜欢的 这个树驴,OK,然后呀,去这个泡菜有机电光的时候 就看到了,嘿,台湾的这个树子里好像也不错 我没有放过这样子的调味料,所以又买了个新的 放任食谱,来试一试啊,老公是蛮喜欢吃的,好,OK 然后这就是还有我们的普通的这个薄彩啊 这个家常便的饭,大家都会煮的 那我们一般上呢,在家里呢,就是 主要的食材呀,都会从伙伴商店里面去购物去 不只是这样子,我们的健康普资也会从我们的这个 这个网站里边呢,比如说,每一天吃饱饭之后呀 那我们大家都会来喝一瓶这个消化酵素 好,因为我们是素食者有时候,虽然加姜鹅,然后不止还是稍微会有一些风啊 所以就喝了这个消化酵素之后呢,就会比较舒服一点 嗯,所以如果您对我分享那些任何东西有兴趣的话,您也可以找我谈谈 那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就是,把这个消费,平时都要买的东西呀 都往这个同样的一个平台去买 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累积这些购物的分数,点数 可以换取一些家庭里面的日常用品,quality都非常好的 那我先生本身他是店主呢,他可以收分收分收分 最后呢,就变成了另外一份收入 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精灵消费者,非常好的现代的消费生活方式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此为止,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你的购物顾问,再见 再见